新聞介紹我們來看的是 有在港議館政府後面的多彩半島草莓園 在日前是正式開放對外 讓民眾來辦草莓 在民進黨港議館中朝鮮參參 院長民大和議員戴光宗 還有台北市長運營林町町的電影人數 是特別前往共相信去 當時也去院長三百位的民眾 拜託等要入場來辦草莓 在議長長民大這次 希望這個地方未來 可以搭託先為一個草莓的三項 北大鵝南加吉草莓三項 民進黨加吉館長 朝鮮參選人長民族 台北市長王英里 農會總幹事王蕾晶町 今天參觀台北草莓園 驚喜讚賛的說 草莓園梅香刺意幸福榮譽 吃起來甜甜生生又香香 所以叫做香水草莓 我想現在農業要結合休閒觀光 農業結合觀光 帶動人潮 帶動消費 帶動景氣 這是我們太保市新興的一個金屬農業 我們看到這個品質不輸大福 它的果粒 它的香味 真的不輸大福 所以這是我們未來太保市發展的方向 剛才我身邊說 含著博士就要研究說 我們的團隊說 先不要加吉台北來種草莓 試種 今年就是我們第一年 在台北種成功的第一年 本來呢 草莓園園園園都在大 現在呢 我們加吉台北 我們議員 和這裡專家 所種出來的草莓 比他們更讚 啊 安全無阻的草莓 讚啦 第一 又好吃 全是我們台灣所有的朋友 有時間來吃我們的草莓 我們這個草莓可以說 全性 最好的草莓 草莓一間去農作 以及關公生日 台商委已經來到 泰國多彩半島草莓農場 以後正式對外開放採購 一早就去民宿百人拜託 當台進一坑出採購 立下宗委說 香水草莓是來自歐洲再順化的拼勁 水鐵外形 第五年 日未見 鼓勵很大力 生鹽的生紅色 鹽的口口 鼓勵軟重大Q 非常好吃 這一新聞 中來信 泰國齊 彩虹播等